像做影片的话 你可以用Whisper转成字幕档 它可以直接输出成常用的SRT档 或者是你假设要做会议记录 那你可以先录音 并且把录音档转成文字档 方便你整理 又或者是像我今天原本只是看到朋友 贴了一个podcast 那我就灵气一动想说 可不可以不要停 干脆把它辨识成文字 api 嗨大家好 我是那个大声冰淇淋的Moke Kevin 今天分享的是使用colab和Whisper 让你免费把语音辨识成字幕或文字的来源法 首先简单说明一下colab 它是Google提供的云端讯基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台简易功能的云端小电脑 可以让你跑python 使用上也非常简单 然后像这次我们要执行的Whisper语音辨识 它就可以透过免费版Colab执行 免费版有一些限制 例如有时候没有办法用GPU 或者有一些其他功能的线索 如果没有办法用GPU的时候 就只能用CPU执行 但是这样子在一些AI相关工作 就会变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慢 例如像这次我介绍的Whisper 用CPU大概要花40倍的时间吧 因为实在太慢我懒得测完 我大概只测了前几分钟 但是应该不会落差太多 那至于什么时候可以用GPU 我推估Google应该是看显示的状况 或者是你的使用量做动态调整 它也没有公布具体的规则是什么 所以如果有速度的需求的话 可能还是付费 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来执行会比较好 接着是Whisper 它是现在大名鼎鼎的OpenAI 在去年2022年9月21就开放原代码跟模型的语音辨识工具 它在非常多种语言的辨识表现都非常好 OpenAI目前是放在Github免费供大家使用 所以非常佛心 那把语音档转成文字的应用场景 例如像做影片的话 你可以用Whisper转成字幕档 它可以直接输出成常用的SRT档 或者是你假设要做会议记录 那你可以先录音 并且把录音档转成文字档 方便你整理 又或者是像我今天原本只是看到朋友 我贴了一个Podcast 那我就灵气一动想说 可不可以不要停 干脆把它辨识成文字 那像刚刚提到 不管是会议录音或者是Podcast 辨识后的文字档 还可以让GPT API直接整理成大港 整个很高效 至于Whisper在语音辨识的表现状况 我是和简映的转字幕功能做比较 虽然简映感觉好像中文辨识能力应该要比较好 因为是中国人做的软体 但实际上我目前使用Whisper的状况看来 我认为Whisper的表现是比简映还要好的 假如是用Midium以上的模型来执行的话 辨识正确率Whisper比较好 不过Whisper还是有缺点 例如像我这次用Colab的方式跑Midium模型 辨识速度会比简映慢 以及Whisper有时候时间轴会出错 不过像我测试重跑时间轴都正常了 那至于到底哪一个效率比较好 我觉得这个要再多测几次比较好说 而且Whisper可能还可以自动辨识口音吧 因为我的测试档案是台湾人说话 那它输出的字就自动是繁体字 所以不用像简映输出的字母档还要经过一个简转反的动作 而且在Whisper的教学 网路上我有看到Windows版的软体 可是安装稍微复杂一点 而且我现在比较常用Mac所以我就没有研究 我也有看到我人在教Mac版的软体叫Mac Whisper 但这个软体的作者免费版只能使用Small的模型 那Small的模型的表现我觉得跟Midium模型差很多 不然你就是要花至少16欧元 跟他买一台电脑使用的序号 你才可以用更高的模型或更多的功能 毕竟作者也是花时间写软体嘛 这无可厚非 而且不是每个人都会写软体 所以就各取所需啰 至于Colab的方法的话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中文资讯好像没有看到有谁在推广这个方法 要不然就是虽然有教Colab的方式 但是教的很难 我在看到的资料好像都是程式设计师在教的 而且OpenAI提供的范本我也是觉得很难 我是有点懒得看那些比较难的啦 但是我因为今天辨识Podcast的这个灵感 然后灵光一动我Google了一下 结果后来找到今天这个Colab的来源法 那作者Jason Buck 他原文是用英文写的 所以我翻译一个中文版本放在说明栏 首先点说明栏这个连结 会出现的是Google的Colab 然后点上方的复制云段硬碟 直接复制一份到你的云段硬碟里面 然后你会在你的云段硬碟找到一个叫 Colab Notebooks的资料夹 然后找刚刚复制的 OpenAI Whisper语音辨识与翻译这个Colab 双击滑鼠就可以了 那按照上面的步骤 首先先执行安装Whisper 再来是安装FFMPEG 那当然这两个步骤你要把它放在一起执行也可以 像我另外存的一个懒人包就是直接把这两行写在一起 但我提供的范本只是想尊重原作 我还是保持原作的格式做翻译 但你复制回去到你的云段硬碟里面 其实想要怎么改都可以 那这边要注意的是Colab免费版本执行的时候 不能把网页关掉 以及Colab在关掉会删除闲置的虚拟机 所以下次要执行的时候 你需要再按前面的步骤走一次 安装Whisper跟FMPEG 不过因为这都是用Google的网速跟资源去执行 所以跑前面那些都还蛮快 大概30秒以内吧 那再来就是你要上传你要辨识的语音档案 点开左边的文件夹图示 然后把档案拖曳到这边就可以上传 那上传的时候下方会显示档银 旁边会有个蓝色小圈圈 跑完就代表他穿完了 或者你的档案是在网路上的网址 也可以直接贴网址 比方说我这边测试的是 跑网路上的Podcast的MP3档案 那他就可以直接抓这个网址 那支持的语音格式 我在网路上看到Whisper API支持的格式 有MP3、MP4、M4A、WAV之类的 那详细支援哪些 我在OpenAI GitHub上没有插到 但主流的语音档案应该都是支持才对 但至少最常用的MP3 跟我测试的Mac的录音格式M4A 都是可以使用的 那最后就是执行Whisper的指令 那这边把档名改成你上传的这个档案的档名 或者是改成用网址的方式 那这个指令的范例是使用Medium的模型的意思 执行下去就可以开始等结果了 依照我今天短暂的测试心得 推荐用Medium模型就好 因为这个模型的周恩辨识已经够准确了 大概花原本档案时间长度的一半甚至四分之一的时间 就可以辨识完毕了 那当然你可以用Large模型 但Large模型它速度是要Medium的2倍的时间 而且我在测试Large模型 不知道为什么前30秒的内容会消失 那相同的档案用Medium执行就正常 只有在Large模型的时候消失 而且不管怎么重跑 状况还是一样 但我换另外一个档案的时候 Large模型又会正常 不太确定是什么问题 那你们有兴趣的可以再试试看 但我自己是比较倾向用Medium模型 其他可能会发生的状况是 比方说辨识到一半就结束 例如像你的语音档长度可能是10分钟 但是它辨识内容可能只有5分钟就说跑完了 那可能是档案没有完整传完或者是传坏了 可以重新上传一次试试看 像我就有遇到一次这样的情况 然后还有Medium模型 它即使是用Medium模型也是会异常 例如我有遇过前面的辨识内容都正常 然后再到了某个时间点之后 它就故障了 辨识出来的东西都一直在重复一样的内容 那后来我又重新执行一次就正常了 我没有更换那个语音的档案 我只是重新执行 所以有时候如果遇到像这样异常 不妨重新执行一次看看 最后执行完毕后 点开左边的文件夹图示 输出的档案就会在这边 像是srt就是字幕档案 txt就是除文字档案 也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格式 像json或者是其他的 那这样子就可以帮你把影片的声音自动变成字幕 或是把你的会议录音转成文字稿 又或者像我这边是把podcast转成文字稿 那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CodeLab 执行Whisper的蓝人法 那如果你有专业的需求的话 可能还是要在有独立显卡的电脑上 装Whisper执行会更快 但如果你只是偶尔需要用一下 也不太在意执行速度 那今天CodeLab这个方式 应该是蛮值得你体验看看的 最后如果你也喜欢这部影片 欢迎按赞订阅 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你对这个影片有什么问题或看法 拜拜